马朝攻打夹门关 骆成的刘备可紧张了 他就怕夹门关这出点事 如果这个关口一丢 自己这个工徒就被切断了 原来诸葛亮军事在荆州的时候 刘备心里还踏实点 一旦有点危险呢 军事还能援救援救 现在诸葛亮军事已经进了西川了 这要是夹门关丢了 这不完了吗 这马蒙奇什么时候归顺着张鲁啊 他立刻向诸葛亮问济 人家孔明啊 还是那么文文当当的 那真是泰山登于前 不变色啊 要不怎么当军事呢 他倒安慰刘备 主公不必担忧 俩自有安排 刘备一听放心了 看军事怎么布置吧 诸葛亮传令 立刻升仗 这巨匠谷啊 奔奔刚敲了这么一下 哇 众将 分别站立在两旁 嗯 把掌巨匠谷的那军校给闹了 每次啊 打算 掌巨匠谷那位 风打散的夹门关 夹门关 夹门关十分吃紧啊 大家都知道了 这不用军事多说呀 说现在只有火速派人 众将一听 刹 官奖警都蹬起来 不一问 准时派人领兵 聚守夹门关 去战马超 一听下文啊 口齿麻花 满柳 感觉军事说的不是这张的事 什么事啊 军事说火速派人到荆州 去调关羽 关云长 进川 众将传糊涂了 家门关那那么紧张 不去派兵镇守 巨重马超 怎么调关羽啊 把云长要是调离了荆州 那荆州怎么办呢 哦 还得派回一人前 去看守荆州 这不是折腾吗 这不是 众将听这一声 都想要问问军事 嗯 魏严把胸扛怎么一挺 那嘴啊 都张开了 可没好意思问 这时张飞 左手一丝 二号 右手一锣 刚然 呀 哈哈哈哈 他也想要说点什么 还没等这二位说呢 刘备撑不住气了 我说军事啊 这家门关赤锦 不派兵 巨守关爱 为什么要到荆州 去调云长啊 诸葛亮听的这话 不慌不忙的 唯唯一笑 主公啊 不调云长 何人 去巨马超 啊 忠将才明白 感情到荆州 调官云长 就为了到夹门关 去挡住 马超啊 嗨 二军侯 没等入川 恐怕这夹门关 就丢了 军事 这是怎么了 喝多了 刘备听得一会儿 把眉头也皱起来了 哎呀 身上 你这又何必呢 云长死涌 远水难解尽可呀 这眼下这么多的 忠将 这不 刘备说 这不都在这儿吗 这派谁不行了 忠将一听 对呀 主公这几句话 问的太对了 只见诸葛亮摇了摇头 嗨嗨 主公啊 除此关羽 谁能抵挡得了马超 那锦衣马超 有吕布之勇啊 他未报复仇 近其西凉人马 在同关六战曹操 六战同关 杀曹操 隔须气袍 就是他手下的胡吃 上将军学术 都有三分巨翼啊 今日我虽然把关羽调来 我恐怕云长 也抵挡不了马超 锦衣马超 乃当今之虎将啊 枪及马快 如驴步复生 两 便棍我营中诸将 能在马超的马前 走上三合者 廖廖无几人啊 迫使得我不得 不从荆州调关羽入川 哎呀 军师这番话说完了 两边那些武将啊 气得那头 乌吟吟了阿 都吟了啊 卫文长和张飞是意口通声啊 军师 军师何故小趣无能 哎呦 张飞一看不行 卫文长要抢步 他上前一把 嘣 把魏延的手腕子才抓住 狠狠的往后推了这么一把 魏延蹭蹭倒退了两步 魏延明白 哦 这不让我说话 他先说 好 你说完了我再说 疼 掌极一转时 他站在魏延那了 君师啊 按张飞在当阳求情 曾独具草兵百万 至隔不久 难道说君师万回流不成 草草百万之众 飞起不拒 骑草马草 一匹夫 哇 要气负邪了 伟严一看我也别言认了 让他一人嚷嚷吧 张飞说的话不无道理啊 我看你君师怎么回答 诸葛亮看了看张飞 以德啊 拿钞 费曹操百万兵可比啊 嗯 张飞一听这个什么坏啊 这叫 以德在当阳桥前一声断鹤 几乎鹤断桥梁 确实鹤退过曹兵 不过曹操是怕重埋伏 他心中无数 所以不敢前进 也是因为两次用火 火烧伯旺 火烧新爷 烧的曹操 惊心动魄 所以被三将军一喝 他才战且退兵 嘿 张飞越听越生气啊 合着我独具曹兵百万 是君是您的功劳啊 啊 我现在没工夫跟你续谈那个事儿 咱们先说现在吧 您别派人到荆州 调我家二兄长了 把他调来 再派别人去 这不是瞎折腾吗 这不是 我现在就要在您的跟前讨一只将 令到夹盟官生情皮肤麻糙 哎呀 诸葛亮把头摇了摇 易德 你拒守不住夹盟官 你绝非麻糙的对手 哎呀 张飞一想 今儿这怎么了 咱们军事 啊 你会不知道我张飞张易德 怎么回事儿吗 这真是欺有此理 把他气得是一个劲儿的跺脚啊 张牙咬得嘎嘎响 是虚法倒数 这俩大伙眼瞪了个低轮轮 像点燃了的两堆火一样 离着他进都觉得有点揪人 蹊跷都生了烟了 游戴布罩 就是诸葛亮用的是机箭法呀 他瞅了瞅张飞 又看了看军师 这台机箭人 咱们一个人是咬牙切齿 横眉立目 一位是不慌不忙 稳稳当当 这诸葛亮越稳当啊 张飞这火气越胜 今儿这令我逃兵了 军事如不降令 纯于某俺就要 怎么着啊 把刘备吓了一跳 诸葛亮也看着张飞 你要怎么样 哎呀 与军师兄长高 我吩咬牙切齿 吩咬牙切齿 抬枪 卫 拿 他走了 大伙一看三将军这可是真急了 哎呀 先生 刘备看了一眼孔明的意思 您就把这令给他吧 而且妈 孔明抬手叫住了张飞 三将军 怎么样 你真的要去战马超 真的要去战 你果然敢战马超 哎呀 俺果然敢战哪 咚咚 气了张飞给自己来两船 哎好好好 诸葛亮一听那行了 你当面立下军令状 如在夹门关前战不胜马超 我要按军令从事 笔墨我刺头 旁边小秀 把笔墨准备好了 张飞拿起来 把军令状立了 张飞就是有点气温了 怎么 你看在华荣道那时候 他二哥关羽也跟军师打赌 为了捉草草和放草草 不单呢 关羽给周国亮立了一个军令状 他还跟军师 要了一份军令状呢 今儿个张飞呀 气温了 光立了一份 我不问了 我捉住马超 你该怎么办 也不是不问 忘了问了 张飞刚一断身 千万 三江军一愣 心说怎么了 军令状我都立完了 军师您还想变卦 那我可急了 你已经是告急的了 军师没答理他 看了看 张飞身后的 应该卫文长 卫文长啊 脸都气黑了 心说谁跟谁啊 还是张飞 那是我家主公的三弟 人家把令抢了去了 我们这会儿 吹胡子瞪眼半天了 谁理我们呀 军师理 啊 文长 我给你两千人马 可以做义德的先锋官 你要多加仔细 小心从事 魏文长双手大指 我家军师真会用兵啊 呃呃呃呃呃呃呃 魏文长 魏文长 魏文长双手大指 魏文长蹭了一下 把令箭抢过去了 张飞看了一眼魏文 又看了 看诸葛亮 挑了挑大指 心说军师 您这先锋官 给我选的好 这二位 一对急性子 就听外国 大呼大呼 主帅跟先锋官 一块点炮 到底魏文长 抢在前面去了 魏文长 虽然性子也急, 他和张飞可大不一样, 怎么回事呢? 这个人主意特别正, 胆子也大, 他要认准了这一门不是吗? 那是没完啊, 这人在这抢功心里特别强, 到底他抢个张飞前面去了, 先封关吗? 领着两千人哪是昼夜兼程了, 饭都不吃, 饿了, 咳一口干粮, 咳了, 忍着点, 直达家门关, 兵马刚到关前还没等把债扎住呢, 有探马来报, 说是家门关前有一少人马正在讨诈, 动手了吗? 没有, 家门关孟达呀, 高悬免战牌, 嘿嘿嘿, 魏妍一听轻轻摇了摇头啊, 甭问, 梦达是让马超给吓住了, 我呀, 来得正好, 我得先下手, 先下手围墙, 来, 关前应战, 刷拉领阵队员, 魏妍在马上一看, 呼, 镇上这原将挺威风, 再看身后的那盏大稻棋, 大稻棋上输金字, 一个斗大的马字, 他挥马来的这原将的跟前, 你是马超吗? 这位不是马超, 是马超的弟弟马黛, 马黛一看, 这从哪杀下来一只生力军呢, 再一看对面这人啊, 还真把马黛给吓了一跳, 怎么回事呢? 面如重草, 无柳常然, 哎哟, 残眉凤露甭问, 那准是关羽关云城啊, 马黛细一看, 不是, 这原将是俩大眼睛, 你是什么人? 我乃为阴为温城, 哦, 马黛就明白, 刘备把援兵派为, 甭说废话了, 催马凝枪去, 凝枪就刺, 魏延一带马, 举刀就劈, 两个人打到一处, 只站了十几个回合马, 但是夺马就败, 嘿嘿, 魏延一看, 你们马是兄弟, 原来就是这个呀, 几个回合就跑, 今天你休想逃脱, 他催马就追, 他哪知道, 马带这是诈败, 他败下去一抬腿, 咖喽一下咬灵魂, 得胜钩八百千挂上, 由背后把弓摘起来, 走出胡, 撤出凋零剑, 一回声咔砰撑就了一剑, 魏延看见了, 哎哟, 他要用剑伤我, 就这么稍一愣神的功夫, 一股惊风直扑面门来的, 他往旁边这么一闪神, 咔砰, 一剑正中左肩啊, 这就是抢弓家轻敌所致, 魏延一扶身就趴着马上, 哇哈哈哈哈哈哈, 魏延望喜一败, 马带一看一剑射中了, 他赶快把弓啪插起来, 劈枪就追, 刚追了这么一段路, 只听山坡上打了个劈雷啊, 修伤我家, 一旦马飞下来, 就挡住了马带的去路, 哼, 这原将连人带马, 好像一图无人, 只见他把手中杖拔蛇毛枪子的一名, 咔, 一枪就刺过来, 在西梁马家的枪, 那在当时是一决啊, 是枪的, 你都得把人家马是父子, 马是兄弟, 给往前让一让, 可今儿这一枪啊, 还真把马带给吓了一跳, 赶忙右脚这么一踹一蹬, 啪, 往外一袖作马, 是手中枪放过来这么一封, 幸亏他这一闪, 马带要不是这一闪啊, 根本那枪就封不出去, 这时候两个枪头咬在一块了, 只见这一员大将把头这么一晃, 看了看, 哎, 你是马超吗, 马带怎么一听喝, 这倒好啊, 汉军来了全找我哥哥, 马超是我家兄长, 安, 那马带是, 马带报完了名, 以为这就得催马交锋, 得打了, 对面这位一听泄气了, 谁, 叫什么名字, 这位把头这么一偏, 好像耳音不得得尽, 其实这位是装的, 我乃马带, 哦, 你不是马超啊, 不错, 去去去去去, 这位啪, 把杖拔舌毛强挽回这么一撤, 冲着马带摆了摆手, 回去吃饭去, 啊, 马带一听什么, 回去吃饭去, 这都哪个哪儿啊这是, 你不是酒囊饭袋吗, 哈, 马带一听, 这个酒囊饭袋挨得上吗, 你这算合意, 合意啊, 告诉你, 我是专门来逮你哥哥的, 不是抓什么马带, 我就抓的是这马超, 你是何人, 不认识我, 哈哈哈哈, 告诉你吧, 我乃燕仁张飞, 三将军在马上把他尖这么一摇, 头这么一晃, 这嘴一撇, 这派头太足了, 简直就不这个马带啊, 当个小草子, 连正眼都不瞅他, 你说这够多气人啊, 马带一想, 不行, 你不用等我家兄长, 只要能占得了你一家马带将军, 我家兄长自然出征了, 你打得了我就行, 去去去, 我不跟你打, 你爱怎么嚷嚷怎么嚷嚷, 你不配跟我打, 哎呀, 马带一想气, 他也杀我也, 我就是个非, 马带也气乐了, 怎么, 哪有咱们打仗的, 人家说什么不跟你打, 你这赖赖唧唧的死去白咧跟人打, 这也太狠了这也, 我真给马家丢了人, 你, 你到底打不打, 不打呀, 你不执意打, 赶快回去, 叫马超来见我, 几句话说的马带, 在山桥上剃得真哆嗦, 你说这可怎么办, 人家就不跟你打, 好, 你等着我, 我找我哥哥去, 这快请小孩打架了, 没办法, 马带让张飞给逼的, 他只好撤兵, 马带刚把兵撤了, 胡听叨唠一声炮响, 张飞一愣, 他举目这么一看心说怎么回事, 马超从我后边杀上来了, 不是, 刘备来了, 呦, 张飞觉得奇怪, 我大哥什么时候来了, 这是军师诸葛亮的安排, 张飞他们刚一起兵, 诸葛亮就让刘备您赶快接应, 以免义得有失, 所以啊, 刘夞也马不停蹄跑来了, 他催马到了张飞的跟前, 三弟, 你跟大超建战了吗, 我还没看见他什么模样呢, 刚才我在远处里看, 你在同谁说话, 他兄弟, 一个酒囊饭带交给打发回去了, 兄长您先到关上休息片刻, 带小弟折折马超, 你我兄弟再续谈不迟, 不行, 刘备给拦住了, 三弟啊, 咱们赶快进关了, 为什么, 不能就这么打, 现在文长已经中了剑伤了, 说明咱们这次出军就不利, 哎呀, 您怎么还信这套啊, 甭管哪一套, 咱们歇息片刻, 再战不迟, 我一点不累啊, 不管累不累, 先随我进关, 刘备硬把张飞给拉进了家门关, 进关先忙着调治魏严的伤势, 然后又跟孟达商量, 怎么聚守这座关爱, 第二天一早, 听关琴三声炮响, 人喊马斯, 探上马, 报金率服, 砰, 马超要战, 点名, 捉将单叫, 三将军出营, 嗯哼, 他来了, 来得好, 来, 张飞刚把手望起, 咱们一扬, 砰, 让刘备把他手腕子给抓住了, 哈哈, 三弟, 你我, 登上城楼一关, 啊, 张飞觉得奇怪啊, 马超讨战不出征, 看什么呀, 先看一看, 这关笔也很重要啊, 来来来, 说着兄弟手挽着手, 上马到来到了城楼, 手扶多口望下, 这么一看, 刘备倒吸口冷气, 哎呀, 看见什么了, 看见马超了, 这马超就漂亮, 生的是面如浮粉呢, 眉清木秀, 齿薄纯红, 不但人长得漂亮, 穿戴也漂亮, 诗棍受戴, 银甲白跑, 手提亮银, 像胯下白龙马, 像一块粉丁似的, 怪不得人称锦衣马超, 只听马超在那喊啊, 喊谁啊, 让张飞马前授手, 因为昨晚上, 他弟弟马带回去跟他说了, 是怎么长怎么短, 可白马超气坏了, 你羞臭了我的弟弟, 等于羞臭了我, 你不要跟我打吗, 我来了, 昨晚上就要来, 让马带给拦住了, 您等着面早晨得了, 所以今儿啊, 是四更天, 杂树亭当, 五更造犯, 天刚亮, 就来骂朕来了, 张飞在城上左瞧右看, 哦, 哦, 我不当这马超是个什么样的了不起的英雄好汉, 感情就是个小童儿啊, 刘备听什么, 三弟, 小童儿, 啊, 大哥您看啊, 您看他那个长相, 像不像庙里素的那个左金童啊, 嘿嘿, 三弟啊, 那马超啊, 确有左金童之貌美, 小伙子是真漂亮啊, 可是他有驴部之勇, 你可别把他当个小童儿, 张飞点了点头, 哦, 那是自然, 大哥, 您带城头与小弟关阵, 带我出的城关, 捉拿马儿, 慢来, 一伸手砰的一下, 刘备紧紧抓住了张飞的战袍, 嗯, 张飞愣了, 大哥,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不能出城应战, 啊, 张飞奇怪啊, 不能出城应战, 那我干什么来了, 三弟, 你看, 现在马超士气正大, 先避避避猜的蕊气, 等他那个精神头走走的差不多了, 你再出城去是一战成功, 哦, 大哥高见, 就一兄长, 张飞强忍着劲儿在城头这儿瞅着这马超, 马超骂了一气阵呢, 一看城里一点动静没有, 怎么回事呢, 马超也觉得怪, 要听兄弟马带那说法啊, 这张飞好像要吃我的肉, 现在我来了, 他怎么不出城了, 哦, 我必须如此这样, 才能把他框起来, 马超想的这儿, 回手啪啪银枪咱们一摆, 让他手下的士族, 全把刀枪精提放下, 干嘛, 坐在这儿歇着, 歇下法, 然后咱们再骂战, 城上的张飞一看啊, 马超坐那儿了, 哦, 差不多了, 他骂战骂了有一个多时辰了, 他可能累了, 大哥, 现在我可以出关了吧, 三弟, 你可要多加小心, 张飞答应了一声, 一声炮响, 杀出城关, 马超一看自己这招数还真灵, 把张飞哐下来了, 他赶忙超枪上马, 两阵队员, 张飞是铭枪贺问, 来者可是, 马超, 正是你家将军, 你是什么人, 哼哼, 有言不识看山, 难道说, 你不认识你家三将军, 燕人张飞, 说完了, 三将军把嘴这么一撇头一晃, 份儿挺足啊, 可是你马超啊, 根本不予理睬, 你家马超将军, 你是公爵, 怎能认得你这, 山野匹夫, 哎哟, 这几句话可真够厉害的, 怎么呢, 人家马超说的一点不夸张, 我乃大汉福部将军马园之后, 世代三英, 你是干什么呢, 山野匹夫, 乡八老, 哎哟哼, 张飞一听你的口气可够狂的, 撒马过来, 看, 枪, 拟枪就刺, 马超张飞双枪并举, 战马击飞啊, 随着两军小孝的喊杀声, 炮鼓声, 惊天动力, 张马二将在夹门关前一场傲战, 一百回合不分上下, 杀了一个难解, 难分, 感谢观看,